日前,极客副总裁杨大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在极客mix上吃火锅的视频,引发大量网友吐槽。 此前,致己汽车联系CEO刘涛曾在车内后排包饺子,今年年初还发布车内吃火锅的海报。 即使汽车创始人昌静提出车在马桶思路,创为汽车创始人黄鸿燊多次在公开场合宣传创为汽车的保健功效,频频遭到虚假宣传的质疑。 在汽车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,制造热点来营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和话题性。 但过度追求新奇,忽视产品本质的营销方式,真的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心吗? 根据报道,即使汽车目前只有即使011款在售车型,今年前8个月平均销量只有407辆。 创为汽车成立于2019年,截至目前,国内外新车累计销量为3万多辆。 可见,依靠噱头虽然可以制造短期效应,但这种关注是否能够转化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和购买欲望,则是另一个问题。 毕竟在选购汽车这一重要消费品时,消费者会考虑很多实际因素,如性能、安全、舒适度等。 正是因为行业竞争激烈,消费者注意力有限,车企在营销时就更应抓住消费者核心需求,传递产品的实际价值,而不是为追求话题和流量。 营销伪需求,这不仅会让大众质疑企业的专业性,也影响了品牌形象。 因此,车企营销应回归理性,注重产品本身的研发和创新,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,这才是赢得市场的根本之道。 对于那些无意义的营销手段,还是尽早刹车为好。